施法界众生以为 现前六根所借出的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这个完全看错 就像小朋友看电影 以为画面上 这个形象全是真的 圣满报复 佛能以正法授予众生 什么叫正法 正法之 真正之道法 如是正法 无相无偽 无腹无脱 无处分别 连离颠倒 这是把正法的 象状 简单的说出来 这十六个字 是正法的标准 下面有注解 无相之 什么叫无相 静隐约 著法系空 名为无相 就像大波尔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净空 不可得 这是真法 这是真正的道法 这是 祝福如来 法生菩萨 所见到的 设法界的众生 没见到 设法界众生 以为 现前六根 所见出的 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这个完全 看错了 就像 小朋友 看电影 以为画面上 这个形象 全是真的 不知道是假的 这个比喻 很相似 我们读到 菩萨出台经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这是完全明白了 明了之后 我们也能够肯定 般若经上讲的 有道理 一切法 确实 无所有 必净空 不可得 这是看破 看破之后 我们对一切法的 那种执着 那种分别 那些妄想 就统统区放下了 为什么 这才真正知道 我们齐心动念 错了 根本就没有一切法 所以顺境 善于 不生贪念 逆境 不生成会 能够 永远 将心 保持在 清净 平等局 那就是 那就是 真法 真正的 道法 可是 住法 悉空 没有真实 智慧 看不到 不知道 他是空 那么这叫无相 相机 无相 所有现象 摆在面前 知道这个相 是幻相 是刹那生灭的相 是了不可得的相 所以 趁他这无相 阿 punishing 阿 lnی tho295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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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